父母想把儿子送去改造学校 却遭到孩子的拼命反抗 这个被案在床上的男孩名叫张昭 17岁的他原本是一名高三学生 四个月前张昭谈了一个女朋友 父母已影响学习为由逼他分手 张昭不警不听 还把父母赶出家门 然后和女朋友住到了一起 父亲无奈之下只好给儿子报了一个改造学校 可张昭一点也不配合 甚至扬言要从楼上跳下去 看着这样的儿子 父亲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他不知道曾经懂事的儿子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 而张昭也不明白父母为何如此狠心 居然要把他送去改造学校 他大吵大闹地反抗着 最后还是摆在了两个成年人手中 眼看反抗无效 张昭只好假装妥协 答应跟着老师到学校看看 不过老师们也很有经验 全程都寸步不离地紧紧跟着他 眼看无法逃跑 张昭只好在晚上吃饭时突然大吵大闹 并高喊着让路人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老师的行为已经经过父母同意 并且学校合规合法 还有央视的摄影师跟拍 于是张昭的逃跑行动再次失败 北亚上车后他哭了很久 直到天亮才沉沉睡去 到了学校后 张昭将要接受长达81天的特殊改造 其中不仅包含统一军训 还有心理上的疏导 而且除了孩子 所有家长也需要接受齐天的教育 课堂上 老师问父母 知不知道张昭为什么不愿意上学 父亲表示肯定是因为早恋 但经过沟通后 老师发现张昭并不是不愿意读书 而是觉得压力太大 学校太压抑 交女朋友也只是想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可当老师把这些告诉父母时 父母却表示根本不相信儿子的话 我说我我我到现在我也怀疑 他是不是不欠你问的 我说的不是实话 妈妈怎么看 其实张昭很早以前就跟父母说过自己压力大 但母亲的回答让他失望透顶 我妈就会说 那需要那么多人 好几千人都说得了 为什么你说不了 长期的沟通无果 再加上不被父母信任 时间久了 张昭便开始自暴自弃 从高二下学期开始 以前父母不让干的那些事情 什么早恋打架上网逃学 他全干了一遍 把心里就已经压了很久的情绪 全放出来了 和张昭情况类似的还有15岁的嘉明 但不同的是 嘉明的反抗更加暴烈 男孩被父母强行送到改造学校 可刚来的第一晚他就无法忍受 甚至以死想必要求见父母 男孩名叫嘉明 他之所以被送来改造 是因为自从考上高中后 嘉明就开始闹着要辍学 他说我要唱歌要谎话 要做一个自由的人 不是那怎么行的 嘉明的父亲在一家私企做高管 文化程度很高 当年靠着教育改变人生的他 认为学习才是儿子唯一的出路 而其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不务正业 嘉明一直向往着 当一名四处旅游的背包客 可父母每次都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 搪塞他 他们考之前也说 考完了随便 你怎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考完之后他们就说 以后等他们有时间 他们停到家里就带我出去 他们明明说的是 我自己可以干嘛就干嘛 我从来就没给我自己机会干嘛 久而久之 嘉明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当三名学校的老师来接嘉明时 他的表现就像一只凶猛的小野兽 你知不知道我控制我会有什么结果 到头去医院了你们就好不完 我去过几次了 这个啥妈记不记得 这个玻璃怎么掉的 再这样逼着我 你们想控制我帮我上来也不要了 不过三位老师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挂 他们还是面不改色地将嘉明按倒 而听着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楼下的父母也只能无奈哭泣 到了学校的嘉明依旧不愿意配合 他把床单往床上胡乱移 仍旧算是铺好了床 而老师对这种刺头学生也不会惯着 两个人很快扭打到了一起 但谁能想到 即使是这样桀骜不驯的嘉明 也会有脆弱的时候 在心里疏导时 嘉明每每提到自己的家 他就会哭到不能自已 他说自己想要养宠物 可一买回来 父母就会直接丢掉 答应的旅行 父母却总会找各种理由推脱 嘉明说自己什么都要听父母的 连买衣服都没有选择权 我永远都没自己的想法 学生都跟他们想法来说 买东西买什么买东西 全部都他们买 买衣服买裤子之间 腿都他们给我买好了 叫我去上学校 就找我来学校听课 而父母这边 嘉明的父亲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 跟儿子一起去接受疏导 更不相信自己才是解决孩子问题的钥匙 老师问他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最后十分钟 你会对孩子说什么 嘉明父亲的回答很官方 他说希望儿子自立自强 这辈子过得要比我好 争取实现梦想 老师又问他实现谁的梦想 父亲的回答则是孩子的理想需要纠偏 他的选择跟我的想法有些还有些差别 但是我觉得 他的理想 喜欢纠正 喜欢纠偏 而老师给他的评价也很干脆 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计划 死不回管 这实际是华费十年拍摄出来的纪录片 片中所有父母都对自己的孩子无计可施 只能强行将孩子送到学校改造 然而看完后我才发现 这里面最需要接受改造的其实不是孩子 而是家长 十四岁的泽青在改造学校里算是一个一类 别的孩子都是动用暴力才能被送来 可他却是主动报名 不为别的 只为让自己的父母也接受一下教育 我一开始就经常和他们说 我觉得实际上要待八十一天的是他们 我可能只需要待六天 说起泽青的出身 可以算得上高知家庭了 他的父母都有着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 外公外婆是湖北大学的退休教授 泽青在镜头下也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 然而在面对父母时 这个看似成熟的孩子却是另一父母一样 他下军期的时候不要我一丝一毫地打扰 那我有时候讲的可能是间隙了 我就会给他端汤端饭 他也会拽着我的头发 把我逼向墙角 然后拼命地打我 然而当这一切发生时 父亲却总是躺在旁边一动不动 直到泽青开始用板凳砸抹青了 他才会象征性地起来阻止一下 而泽青之所以如此暴力 其实也反映出了这个家庭平时的相处模式 我妈的话就说用在我的身上时间比较少 然后就是找一大堆借口 要么就是说他很累 要么就是说他工作很忙 除此之外 泽青母亲的脾气也很暴躁 他经常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 甚至会当着儿子的免发生家宝 不管是什么事情 讲了最后都一定要是他自己是对的 我爸就说跟他们就是说解决不了的时候 就一般都会用暴力 泽青的家里贴着很多他上小学失血的纸条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这事耻辱 黑社会不是好对付的 阴忍才是王道 看起来泽青是遇到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最痛苦的时候 泽青甚至把家里的门都打烂了 然而这依然没能引起父母的重视 而他之所以选择报名改造学校 也是听说有中央电视台采访才肯来的 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关注 然而在参加完81天的改造后 这些孩子的身上并没有出现奇迹 回去后的泽青希望换个环境生活 他让父母重新买了一套房 但依然没去上学 泽青的父母只好在2017年时 继续向节目组求助 最开始的张昭回家后 张口就跟父亲要一万块 说是要给女朋友买跳狗 这其实是对父母的一种试探 张昭的父亲也很纠结 最后他选择给儿子赚了8000块钱 没有完全顺着张昭 却又满足了他的要求 而父亲的行为也重新赢回了张昭的信任 他回到了学校 又结束了那段曾经赖以生存的恋爱 加明的父亲也做出了一些改变 他先是允许儿子在武汉当了一回背包客 到了2016年时加明年满18岁 他又去张家界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远行 正如片中老师所说 这个世界上当律师需要拿针 开车也需要拿针 可唯独当父母不需要证书 而这份工作却要做一辈子 也许父母和孩子之间总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但我们还是要学会证实自己 不断成为更好的父母 再次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